觀眾朋友 兩個禮拜前 日本遭受燕子颱風的侵襲 那個時候日本關西機場關閉 臺灣有部分的旅客是受困在裡面 當然還有世界各國旅客 都受困在關西機場 那時候傳出來說 中國他們透過不同的方式 跟努力 然後協調了很多的遊覽車 到關西機場裡面 去把受困的中國遊客帶出機場 這個新聞一出來之後 國內很多人批評 我們日本的辦事處在幹什麼 是怎麼中國可以 臺灣不行 那時候可能大家對所謂的 駐日代表謝長廷先生 以及駐日代表處呢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疑問 但是這些疑問呢 在上禮拜造成一個無法挽回的悲劇 臺灣駐日本大阪辦事處的處長 蘇啟臺先生呢 不幸輕生 這件事我們要來討論一下 當然這幾年下來 我們層出不窮的看到 網路上的那種各式各樣的 酸言 酸語 言語的一些霸凌的行動 真的會對所有的人造成 很大很大的壓力 這件事情會有非常多的討論的面向 第一個 當然是說 為什麼在這種還沒被查證 是真實訊息的情形下 大家就群起公知 第二是為什麼大家看到這種 風吹草動的這些新聞 大家情緒會變得非常的躁動 再來是說 就算真的 當然這不是真的 就算真的 中國派了車 進關係機場 把中國的遊客帶走 那臺灣的遊客 跟日本本地的民眾 跟世界各國的遊客 還是受困在機場 大家乖乖地排隊幾個小時 等待疏散 那又怎麼樣 真的會導致我們對於 駐日代表處那種 要言語上的一些 嚴加踏法嗎 包括駐日代表處 或是世界各國 臺灣的代表處 他們到底該做什麼 是不是所有事情 都要幫臺灣旅客 照顧得無微不至 但是根本的問題 在於說 假新聞越來越多 關係機場 這是一個案例 之前像是衛生紙的案例 之前像是香蕉崩盤的 這些案例 有越來越多 這種似是而非 不只民眾無法去查證 這是到底真的假的 就連主流媒體 也一再地引用 當然主流媒體的墮落 已經不是新聞了 可是呢 當這些所謂的假新聞 中間有一部分製造的來源 是來自於對岸中國大陸的時候 那會使得問題更加的複雜 要如何解決也更加的棘手 今天我們從駐日代表處 大阪辦事處的處長 這一件悲劇來談一談 包括假新聞 包括我們對駐外代表處所期待 以及他的法定職責 介紹三位特別兵 首先特別歡迎是 在一連串假新聞之後 臺灣有一個民間所發起的 一個事實查核的一個機構 他們真正的去打了個電話 到日本關西機場 去找到他們關西機場的公關 或是瞭解狀況的這個負責人 說到底你是有讓中國的人 你去機場 跟這些旅客越客越客越負責 到底事實是什麼 我們來歡迎是 臺灣事實查核中心的總編審 黃兆輝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兆輝是老同事了 就是之前也在公共電視當記者 我們再來歡迎是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 公會的理事長 鄭一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對日本非常熟悉的 府人大學日本語言學系的教授 何時聖何老師 希望各位觀眾晚安 鄭老師這個處長你也認識 我認識 其實他是一個人很樸實的一個 南部人 家居人 實際上這個我們那時候 有說到諸日代表處 事實上他就在東京 因為那時候他那個 應該是在擔任我們那個 大使的這個秘書 那個在逢紀臺逢大使的時候 那後來事實上 我還有一次 這跟他比較長時間的這個相處 就是在考試院的外交特考 那個剛好有一年日語口試 那我跟這個蘇總領事 我們兩個人就負責這個擔任 這個考官 那一天的相處 事實上他是一個那個 人非常和善 而且這個那個在做事 這個也非常認真 老是人 他今年就掉到 他本來是在這個 在在納罷 在然後對 因為我們那個在在納罷那邊 還是有一個總領事館 然後就是辦事處 然後在今年這個 他才到那邊 才到大阪兩個月 事實上是剛剛到啦 那個可能這個也還沒有 這個真的就才兩個月時間 也是如果說熟悉業務 事實上也才剛開始而已 對啊 一般我們比較難理解 其實我說實在 我們幾乎主持完之後 在網路上 我們也會遇到很多很多 酸言酸語 甚至有直接問候你媽媽的 然後把你貼上各式各樣的標籤 你心情一定會受影響 但是距離走上那段路 其實還是有很大的一個距離 我們其實不是很能理解 而且駐外人員他們遇到的壓力是什麼 事實上我想那個 現在我們的外交真的蠻困難 不管哪一個黨執政 不管是國民黨執政 或者是民進黨執政 我們當然都要共同面對 來自於北京的這個 不同的這樣的一個外交壓力 那事實上那個 擔任總理事實上 那個大阪也是一個大館 那他這個館的規模 可能比很多我們駐其他國家的 那個所謂代表出大使館 要規模來的大 那那個歐斯卡 那就是次於東京 最大的一個作為單位 而且他那個館 基本上這個可能比很多 我們的那個駐其他國家的 那個司令館 都要來的這個 那個規模要來的大 而且在關係的地方 基本上也是日本 我想這個是僅次於東京的 一個重鎮 那當然他沒有像大使 他必須還要負責 可能在東京那邊很多 直接跟日本的內閣 什麼一些或是國會的這個溝通 我想這個 他剛剛到那個這個大阪 那個他熟悉業務 而且又突然的有這麼大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這個天災 然後國內有一些這個名義上面的 這樣的一個質疑 我想這個對對一個外交官來講的話 那當然這壓力是有的 不過我認為這外交官應該抗壓性 應該都是很應該應該都是蠻具有抗壓性 而且他是一個老外交官 他已經大概六十歲了 其實也快退休了 那為什麼會這個 渡不過這一關 事實上那個作為一個認識他的人 事實上我們也感覺到蠻惋惜的 很訝異有惋惜 不過何老師會不會請教你 其實上次上禮拜你來上我們節目 我們私下有在聊說 臺灣人好像 好像遇到什麼事情 我們就會開始要怪怪誰或是怪某個單位 天災啦 颱風來啦 火車不開啦 飛機不飛啦 你一定要幫我怎樣 你一定要怎樣這樣啊 為什麼人家都可以 我都不行這樣子 當時在日本的時候 臺灣旅客受困 我跟他說退一萬步響 就算中國真的進機場把人帶走 但事實上中國並沒有派車進機場 中國是派車在機場外圍 他們日本關西機場的接駁車 把所有的國外跟自己的旅客 帶出關西機場之後 中國才用車子把他帶走 我說退一萬步響 就算中國那時候進機場把中國旅客帶走 臺灣人乖乖的跟日本人跟英國人跟美國人 在那邊排隊等後離開 又有什麼問題 你真的是大使辦事不力嗎 事實上 我覺得我們臺灣人 有時候會比較沒有耐性 這是真的 那像我自己個人在日本 我也遇過這個大雨 那新幹線整個不通 然後在車站裡面 我們就幾個小時這樣等 那基本上你也不用去問說什麼時候 可以再恢復這個行駛 因為你問這個站務人員 他也不知道 那他只能夠聽候這個指示 那也沒有這個一些旅客在那邊騷動 或是去那邊這個這個那個抗議 這個也很少 事實上日本人他們面對天災 我可以講就是比較甘願 那那他們也不跟老天爺作對 然後也不會跟老天爺去這個那個等於是埋怨 那那跟我們這臺灣人比的話 基本上我們有時候比較沒有耐性 而且有時候我們遭遇到天災 臺灣人的情緒反應是比較激烈的 有時候會有一種憤怒的這樣的一種情緒 那憤怒的情緒當然是要找一些出口 那當然這些這個行政行政官員 當然就這個他們是公譜 我想這個比較比較比較容易變成宣洩 這個會成為這個老百姓的憤怒的一個出口 是 不過度非啦 世界各國都走掉了 像我們臺灣人共等在那裡 當然基本上很不爽 可是如果說只有特定一個兩個國家走了 他也許用他的外交的力量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所謂的方式 說實在臺灣真的可以稍安污兆 我們歡迎第四位特別來賓是臺灣智庫諮詢委員 張國晨 張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謝謝張老師 不過先請教一下趙輝啦 針對這件事情 事實查核中心 特地去查核 真相到底是什麼 是 就是這件事情 因為在臺灣引起很大的爭議 那我們看每一家媒體可能都有不同的報導 那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有蠻多媒體是說 日本關西機場因為燕子颱風重創而關閉 然後中國就優先派了巴士 前往關西機場營救受困的中國旅客 就是信聰剛剛有找到我們的網站上 這個就是查核中心的網站 有我們的查核報告 對 我們其實有把當時 大概臺灣幾家主流媒體的報導 都有截圖 大概在比較下面的地方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就是說 比如說像這一條 那個時候就是引起國內認同的一個危機 說如果遇到這個事情 然後人家說 如果你說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然後你就可以上車離開機場 那你要不要說你是中國人 這個其實還有人調查說 那你如果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請打勾這樣子 就臺人受困關西機場代員 中課競稱 自認是中國人就上車 所以這一條是假新聞 這就是應該是說 我們要查核的主要是 每一家媒體都說 臺灣人受困在關西機場 然後呢 中國派了巴士到關西機場裡面 去把人救出來 我們看內文 剛開始的就是每一家幾乎都是這樣 那就是我們就在想 那後來這個事實 這個到底是不是事實 也有引發一些爭議啦 所以但是我們一直沒有看到 比較完整的關西機場的說法 所以我們就透過我們有一個年輕的查核員 叫黃鴻瑜 因為他跟國際上的查核組織有聯繫 所以我們就透過他去聯繫了 我們的日本的這個事實查核推廣協會 然後我這邊就擬定了 我們當時大概在九月五號六號 這幾天的一些比較爭議性的問題 然後擬了幾個問題之後 就拜託 因為直接我們去聯繫關係機場 就一直沒有回覆 那我們當然有聯絡到幾位 就是當場在記在現場的記者 但是他們都表示不方便據名 所以我們又掌握了部分事實 但是我們在我們的臺灣的媒體上 沒有看到這一些清楚的事實出現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個日本的事實查核推廣協會 用我們的問題去請問日本關西機場的發言人 那他們就針對我們的問題一一的回覆 那他們就很明確的說 其實他們當時的機場是關閉的 所以其實所有的 就是只有關西機場來安排 在巴士跟高速船 把所有的旅客不分國籍 他們都在九月五號那一天 就把所有的旅客 就是都脫困送出了機場 到兩個地點 一個是全左野市的市區 一個是到神戶機場 那到就兩個地點這樣 對那所以其實並沒有任何的巴士 不管是中國或其他國家的巴士 進到關西機場 這個是臺灣事實查核中心 然後透過日本的事實查核中心 然後聯繫上日本關西機場的公關 然後第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是 中國到底有沒有派遊覽車 也許是十五輛 也許是更多 到關西機場裡面 去把中國旅客接出來 那這個問題呢 關西機場的回復 我們來看看 這個就是白紙綠字 寫得很清楚 是關西機場自己決定要派車的 不過當時中國駐大阪領事館 中國確實有跟日本的關西機場說 我要派巴士接人回來 但日本拒絕了 日本關西機場拒絕了 而且說明說我們日本關西機場 會安排巴士把旅客送到中轉站 也就是日本沒有車子進到機場裡面 但中國沒有車子進到機場 但中國確實有車子去到中轉 但沒把中國旅客接走 我們來看看 這說實在的 真的有點無聊 中國到底有沒有派車進去機場 那是中國的事情嗎 大家也許一時不便 但是沒有任何人受傷 沒有任何人因此財產受到嚴重的傷害 但是因為這樣的一個訊息 導致一個優秀的駐外人員 不幸的去世 我們來看看 駐大阪辦事處處處長蘇啟成十四號在關底親生 在臺灣的家屬難過表示蘇啟成還有兩年就要退休 沒想到會想不開 根據日本HK報導 警方發現蘇啟成的遺書 內容提到他因處理國人滯留關係機場的事情 受到嚴厲批評感到很痛苦 有立委就認為蘇啟成的壓力跟中國假新聞 導致的網路輿論謾罵脫不了關係 燕子颱風九月初重創日本關係地區 導致機場關閉 當時傳出中國駐日領事館派巴士到機場 接受困的中國遊客 臺灣人想搭車還必須表明 自己是中國人 引起大批網友批評住處單位辦事不利 態度不佳 外交部也表示會要求住處檢討 我們造成外界觀感不佳的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要求住處 一定要徹底的反省 而且要檢討改進 這則新聞事後被證實是錯誤的訊息 但效應仍持續發酵 包括網路風向開始檢討 蘇啟成是被假新聞和輿論害死 全臺最大BBS論壇PTT 則無欲請暫停申請新帳號 針對假新聞 總統蔡英文呼籲 看到奇怪消息時 一定要先查證 才不會再發生憾事 不過一評我請教就是說 三人四虎 那個言語是會殺人的啦 那說實在我們在做媒體 你要做到百分之百確定這是事實 這新聞就不用發了 就是趙輝他們其實也是經過大概快兩個禮拜 才能做出一個完整的查核報告 你不可能說快兩個禮拜你才報這個新聞 因為從頭到尾我覺得是離譜的時候 你打給關西機場的公關有這麼難嗎 如果每一家一流的媒體 我講公共電視就好了 住日特派打一通電話給關西機場 有這麼難嗎 查證有這麼難 不一定是公共電視啦 有住日特派的一些記者在 那難道有這麼難 比如說聯合報 中國時報 蘋果日報 這大報 就算沒有特派 他一定有簽約的記者在那邊嗎 是 那剛開始這個新聞可能是一個訊息 但是訊息過了半天或是四五個小時之後 你就會知道這個新聞的影響力 發展到什麼程度了 OK 對 就是剛剛你知道說 你可能第一時間用抄的 對 但新聞越來越重 你好歹去查一下 轉介把訊息放出去了 對 那很多次訊息過了 就傳過水無痕 但有的訊息他已經極其漣漪了 已經會造成國家的一些 政治上造成一些動盪了 這個時候 你如果是主流媒體的話 你就應該要做到查證的義務 而且不難 如果說很難的話也就罷了 這不難 就打給關鍵機場問一下嘛 那也許他等五分鐘 十分鐘半個鐘頭 他會回應你嘛 那回應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概略的樣子 不會 不會跟現實差這麼多 然後就整個箭頭 全部射到大阪半日書記 這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這是不應該的 而且媒體最重要的一點 要做平衡報導 如果你學媒體一定會知道這件事情 當你攻擊這個人 他有很多道德上行為上操守 或是他做什麼事情是不對的時候 你最後一定要問到當事人 他的回應是什麼 今天事情既然發生在關鍵機場的話 你第一個就要問到關鍵機場 他的回應啊 這很重要 要不然有臺灣的人 被中國人問到這句話嗎 如果你是中國人就上車 或是臺灣旅客在現場 看到了 那個中國的遊覽車 確實開到停機坪來把人載走了 都沒有啊 那怎麼會一直把這個訊息的反覆炒作呢 這就是很不應該了 說實在 打電話去關鍵機場查證 這件事很難嗎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不難 剛剛信聰說嘛 因為其實我們大概是花了一個星期左右 因為我們並不是在事件 一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發動去查核 因為事實查核中心 他的任務跟媒體 其實是不一樣的 因為媒體他是比較主動的 可是事實查核中心 目前因為我們人力也非常少 所以我們目前是處於一個比較被動的 已經高度懷疑他是假新聞 而且造成傷害了 沒錯 就是我們的目前發動的標準 是這個訊息已經廣為流傳 然後真假莫辯的時候 我們才會發動 所以我們其實已經在這個事件之後 我們已經觀察媒體 觀察了好幾天 然後跟一平剛剛提出的疑問是一樣的 我們想說 奇怪 有這麼多媒體在日本有特派 但我們零星有看到一些訊息 比如說聯合報 他其實有一些關鍵機場的訊息 但是他都不夠完整 他可能都非常的片斷 所以對於整個事實的釐清 就不夠清楚 所以我們才決定 那我們來發動 那當然以臺灣事實查核中心 因為我們是一個很新的組織 而且我們不是媒體 所以我們在查證的時候 其實是比媒體困難的 對 因為人家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對 你是什麼單位 沒錯 沒錯 這是我們目前在查核上 遇到的困難 所以我們就是後來就決定 我們拜託事實 日本的事實交流協會 因為由他們日本的單位去查核 所以這時候他們就願意 給我們一些回覆 你剛剛說日本的事實查核中心 是 現在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所謂的 呃 有代表性的事實查核中心 是 現在全球大概有一百四十幾個 呃 事實查核的組織 不過大部分呢 其實是在媒體內部的 就是他是一個自律的機制 可能是在季協下面的 或是媒體 通常常常是在媒體 本身 比如說很多國家 他可能公共電視臺 或者比較大的媒體 他本身 他本身就會有事實查核的單位 但是因為臺灣的媒體 大家也都知道嘛 就是臺灣的媒體 已經人力緊縮到非常緊縮 所以剛剛一平有談到 就是說所謂的平衡報導 那臺灣現在會有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寧願相信網友鄉民的說法 也不相信官員的說法 譬如說這件事情 當很多媒體說 啊 你看啊 臺灣的那個駐日代表處在幹嘛 人家中國都可以進機場去 把他的柳客接回來 臺灣為什麼不行啊 然後呢 辦事不利啊 等等 等等的 謝長廷其實第一時間 我們的駐日代表就說 沒有啊 他根本沒辦法進去啊 機場就封閉了啊 指出不進啊 但是那時候其實謝長廷的說法 並沒有被充分的採信 但我們也沒有辦法 再去日本去查證 那現在又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謝長廷的臉書 這個是謝長廷 這個是他的臉書 這個是事實啦 謝長廷本人的臉書 他在昨天下午兩點多的時候 po了兩張照片 我們來看看第一張照片 我特別講 那這是謝長廷臉書的照片 所以相關的文字圖片 都是他自己要去負責 最後事實的部分 他先截了一張圖 這個是民視新聞 那他當然講到說 現在臺灣的標準呢 跟日本是一樣的 我在想應該就是當時 能不能進機場接人的 這件事情 他說臺灣跟日本是一樣的 就是不能自己派車進去 要由機場自己把人帶出來 這個標準是一樣的 民視新聞上面是這樣 標是這樣 但是有另外一張照片呢 就被合成啦 就是在那個我們的處長 不幸去世之後呢 然後就合成說 就算大阪辦事處都死光了 我也不辭職 其實你第一時間用膝蓋想說 有可能民視做這種新聞 這是一個 謝長廷也不會講這種話 第二個 謝長廷不可能講這種話 對 第三個 說實在齁 臺灣所有電視台 雖然不是那麼那麼厲害 但是我們的鏡面都算好看 不可能有這麼粗糙 顏色這麼跳啦 自體這麼醜的東西 可是呢 這張還是在部分的那個社群網站上 會流傳出來 我再請教一下 不過他這個部分 我必須說要保留啦 謝長廷在他的臉書上 這一張照片說 藍色處是藍銀合成圖 要來抹黑謝長廷 是誰合成的 這可能要有更多的那個資訊跟證據 不過這個就是被合成的一張圖片 那今天呢 在PTT上呢 以及部分的社群網站上也有說 這個所謂的字呢 是用簡體字的軟體 去用簡轉繁 轉成繁體字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 我先請教一下張老師 現在會有一個問題是說 臺灣媒體的墮落跟失能 社群網站網路的發達跟快速流通 再加上所謂的不管是有國內的政治意圖 乃至於來自對岸的政治意圖 你會把事情搞得非常複雜 我想首先要避免假新聞 或者是釐清假新聞 最重要是對背景知識 跟前因後果的了解 比如說 我們今天剛好很這個非常榮幸 我們有這個臺灣事實查核中心的代表在這邊 那我想請教您的問題 您這個貴網貴中心在網站上發布了一個訊息 就是說OK 中國大使館的車進入關西機場 這個是假的 可是中國使館的車是在全左野市那個地方 把中國旅客接到大阪市中心 這樣這個後面這個敘述的出處在哪裡 這都是關西機場給我們的回覆 關西機場說中國大使館的車是在全左野站 把他們的人接到大阪市中心 是 關西機場的人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可以知道說中國大使館的車在全左野站 把人接到大阪市中心 是 因為他們也有說 因為中國方面有跟他們溝通過 因為原本是希望派車進機場的 可是他們一視同仁嗎 所有的車都不准進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任何的新聞我們其實就是要去追 但是如果說媒體沒有發揮追的功能 然後一般的這個大家如果在背景知識上又不夠 那麼就會像剛剛信聰講的 就你很容易就會被假新聞所影響 這就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社會是一個很奇怪的社會 一方面我們非常重視學歷 這個萬班皆下品只有讀書高 學歷非常重要 另外一方面呢 對於專業的人 專業的查證 專業的討論方式 那就是又很不重視 很多人根本不專業 就常常會講說什麼可以吃 什麼不能吃 什麼可以治病 什麼不能治病 什麼地方可以去 什麼地方不能去 完全凌駕於專業 一方面極度重視學歷的社會 另外一方面呢 專業被這個聲音大的人所凌駕的社會 所以我覺得像這個事情 如果說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碰到像剛才提問這個您講這個 一定記者就會打電話問關係機場 對不對這個到底哪一個國家有派車進來接 那如果說沒有 那就問題把它解決了 我獨家 我們獨家請問關係機場 還有日語翻譯 哪一個媒體這樣做 沒有 可是這國家正常嗎 然後呢 好如果說呢 你現在這個第一時間 你還是可以去問什麼呢 可以返往中國指令館 中國指令館沒有新聞秘書嗎 如果他說他不接受採訪 OK那我回來說 對不起我們現在他不接受採訪 這很困難嗎 臺灣記者不能採問採訪中國官員嗎 也有 國臺灣記者會也有臺灣的記者去 所以你第二步你可以去問他們的人 是不是他們真的進去了 那實際上從他們的網頁就可以知道 他們沒有進去 他們也沒有很誇大地說他們有進去 其實我們也有查核中國的這個官網 我第一時間我就去看官網 中國也沒有說他有進去 但是他說的比較婉轉 他說他有去協調 他說他有在九月五號凌晨的時候 然後派出第一批工作組織到關係機場的周邊 對對對 來瞭解被困旅客的狀況 那對不起如果說有一個媒體 真的做一個獨家去直接把中國官網上的東西 拿來就變獨家了 因為他也沒有說派出進去 好那第三步呢 如果是其他國家的話 面對這種真假不分的情況 甚至可以派人到大阪去去問那邊的巴士業者說 一家家說請問一下有沒有哪個國家使領館 來跟你們租車 因為我這個獨家我可以怎麼做 譬如說我現在問到中國使領館來租車 那我回來馬上我就可以去質疑說 為什麼臺灣沒有辦法去租 為什麼臺灣沒有辦法去顧 這我是不是第二個獨家 所以就臺灣的媒體齁 在這個方面 我認為說可能是當時當地也不是很方便 或者是我們很多媒體沒有剛才信東講 沒有駐日特派 這就是我們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我認為說媒體第一個 有的時候在採訪消息或者是什麼 往往把自己放到跟閱聽人同樣的地位 記者應該是很積極地去東問西問 東跑西跑 而不是這個鍵盤前面 就是這個閱聽人看到什麼 他們也跟著閱聽人重複一遍 閱聽人所看到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像這個假新聞或什麼 當然就會非常的多 講最簡單 記者的工作就是採訪 那採訪其中一大部分就是要查證 而不是Ctrl C加Ctrl V 這就可以當記者 不過我們也來看看 為什麼網路上這麼多的酸言酸語 以及媒體的這種以額穿額 會導致一個駐外的人員 特別是一個高階的外交史官 這樣子走上不應該走的那條路 究竟駐外人員他們所承受的壓力是什麼 台灣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啟成 疑似因為承受外界指責 處理旅客急難救助不利 壓力過大選擇輕聲 引發輿論討論 不利好也會被批評 身體不舒服 那麼想要找人講話 會打急難救助電話 有些人是開車出遊 這個找不到那個地圖上 找不到GPS 走錯路了 打電話急難救助 對於很多外交官來講 不是不能夠接受批評 而是他們所受的苦 根據領事事務局統計 近年尋求急難救助的國人人數逐年攀升 去年一年將近八千人 原因包括遺失護照 犯罪被害 處罰 天災交通事故 另外出入境遭拒 尋人或罹患疾病 也會找上外管幫忙 林務局網站載明 在不抵觸當地國法令規章的前提下 可以提供補罰護照 協助犯罪案件受害者 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 遭遇天災 事變 戰爭 內亂等事件時 代為聯絡親友或雇主 但無法提供帶繳醫療 住院 旅費 罰金等服務 黃介正認為 外管確實人數不足 工作壓力非常大 可想而知 急難救助的功能為重大事件 希望民眾能調整心態 不要把救助當成政府的義務 遏止假新聞其中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對於主流媒體來講 就是你要寫清楚你的資料來源是什麼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每次引用任何的機構 或者是資料的時候 我們都會講說 這資料是哪裡來的 因為萬一他錯了 我們才知道說 根源是錯在哪裡 這個資料是外交部領務局 2014年所PO出來的說 台灣人 到底是怎麼樣濫用 我們的駐外使館 所謂的急難救助呢 是被用成什麼情形 三千百名 說 欸 山英美術館開到幾點了 回來了 那可以幫我買票 這種呢 在聲音打電話 就只是為了說 東京迪士尼幾點開幾點關 觀光景點開放時間 要問路 說欸 我日本那個結束旅程 我還要去那個 也許印尼 印尼 我可不可以在日本辦簽證 等等的 問其他國家的簽證 問路 問景點開放時間 三更半夜 刷卡刷爆了 沒錢了 可不可以外館借我一點錢 你為什麼不跟你家人借呢 跟你親友借呢 你叫人家匯款給你就好了啊 可是呢就是說外館你可不可以借我點錢 我繼續玩下去 或者是說 欸 長廷啊 我那個下禮拜二要去那個那個 那個東京喔 你要來接我喔 你是哪位啦 要求外館來接送機 然後呢 或者說你可不可以幫我訂那個便宜的旅館 還有呢 你帶了太多的煙或酒被人家查下來 要罰錢了 說叫外館去協助錢 那個酒跟煙可不可以拿回來 不要罰錢 或者是說遺失行李的 遺失行李 你又想繼續玩 那就叫那個謝長廷幫你拿回來這樣子 深夜不當操作ATM 然後卡可能被吃掉了 結果你說欸 可不可以外館來協調 把卡片拿出來 或者是說你闖紅燈 或者是違反交通規則 撞了人家車 要外館來處理訴訟 還有賠償的費用 然後去紅燈區營酒消費 然後被騙了 還要外館來去討回來 然後或者是個人的因素 飛機坐不上 要求航空公司延後起飛 或者是感情因素 這個就有點扯了 要求那個施壓校方懲罰 取女友 這應該有特別的案例出來 可是我們來看看 法定外館要做什麼 辦護照 護照不見了 當然找我們的那個駐外使館 沒護照 你怎麼玩下去 怎麼回國 再來呢 被其他國家逮捕了 拘禁了 或拒絕出入境 你當然聯繫外館 再來 意外事故 受傷 突發緊急狀況 但你沒有辦法 自己去看醫生 受傷 你可以自己去看醫生 你就去看醫生 你不要靠外館 可是你出了狀況 你自己無法就醫 你就趕快打電話給外館 前輩偷了 被騙了 這個呢情節嚴重 你要打電話給外館 被搶了 被綁架了 被傷害的情節嚴重 要打電話給外館 這個就比較爭議啦 也就是這一次燕子颱風 天災事變戰爭內亂 不可抗拒之事件 因此這一次燕子颱風 導致關係機場受困 理論上外館應該要提供協助 但提供到什麼樣的協助 我來請教何老師 到底駐外使館合法的 以及合理的 該提供國人什麼樣的協助 事實上我們有時候到這個 不管是到國外或是到大陸 那到大陸要入委會發一個 這個就是有緊急的時候 你可以打一個這個電話 然後那當然我們如果說到國外的話 幾乎一下飛機 大概司令館那邊 就會有一個這個訊息推波 那當然這有些人就會濫用那個 那像剛剛那個人提到的 就是有些人甚至於就是 把錢都花完 要去找外館借錢 那那那換言之就是把那個 事實上外館的這些人員 我想他們當然有義務也有責任 會保護國人的安全 所以所以什麼時候請求這外館 那個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在你的這樣的一個人身自由 或者是你的生命遭受到侵害 而且是你這個沒有辦法這個去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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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有效 這個排除的時候 那當然你當然那個時候 你不要忘記就用你的那個緊急的 我如果皮包被偷了 皮包被搶了 我當然應該要聯繫外館對不對 那其實你最主要還是要先 先報警 先報警對啊 那個先由這個當地的這個警 當然有時候這個是 如果你涉及到 你涉入到一個比較大的 這樣一個司法案件 當然你需要司法協助的話 當然你可以請求這外館 但是我想這個很多這樣的一個 你剛剛這列出來的這樣的一個 比方講你ATM的那個提款 被這個被吃掉 我們有時候在國內自己遇到 那難道你這樣的話 這個你就可以打電話 到到臺北市政府 到新北市政府去要求 就打給那個顧力小 對啊 說主委我卡被吃了 你應該要打的是那個那家 那個提款機上都有個號碼嘛 那你可以這個去去尋求 所以我其實我覺得有些 這國人我覺得說 當然要讓他們知道 這個就是說 讓國人知道怎麼樣去用這電話 那那合理的使用 那當然這個也不要濫用 那那目前我我認為就是說 可能國人這個在在這個使用 這電話上面 那個可能知識不夠 那我們也真的這個需要 這有一些這個這個宣導跟學習 而且這個資料是二零一四年 這個不是現在才發生 那可見困擾這些外館的 這種這種事情 那這個並不是說 因為這個是藍的政府 或是綠的政府 換算是跟哪一黨執政是沒有什麼關係 我想這些事務官員 他們為國人服務 這也不分黨派 那不過就是說我們那個應該 這個要這個合理的 這個去提出個人的 這樣的一個對這些 對這些這個外交人員的 這樣的一個 這種國人濫用使館的工人 真的會導致駐外的人員 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其實他們一個外館 比方講那個歐沙卡 就我知道好像才二十幾個吧 那當然那個館 跟其他規模算是很大 可是我非常大 可是大阪人很多耶 這大阪基本上是 他有八百多萬人口 而且還有鄰近的 比如說京都啊 對不對還有那個 京都嘛 歐沙卡管的 那個他那個其實 整個關係基本上 這個大概就是歸 歸我們那個駐大阪的辦事處 他管的這個地方是蠻大的 那大概是整個這關西地區 事實上一直到九州 才有一個這福岡辦事處 那北海道現在也有一個 這辦事處是那個 我有一個學弟 那個秀賞在那邊 是然後 所以那個這個整個那個 他關係的這樣一個轄區 基本上是蠻大 而且國人事實上那地方去旅遊的 是蠻多的啦 那那那如果這個 就是說常常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不該請求協助的 這樣個個案 然後去去去要求使館 那這個當然會讓他這些人 瞭解 我們外館的人越來越少 因為像那個歐沙卡 那個地方還有二十個人 二十個人可能臺灣派過去 可能就十幾個 另外是日本的工作人員 如果到非洲到歐洲到中東那些地方 整個外館可能只有兩個 臺灣人 所以呢你打這個 警察救護電話 就是代表親自接的 比方說我們住肯亞 住南非的代表 他是自己接這個警察電話 你才進來把它挖起來 你真的搞不清楚 真的是這樣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以前跑那個外交線的時候 有一些外館人員發生爭議了 然後最簡單的方式不是問外交部 你乾脆打其他人 結果電話就直接打到當地去 問當地的人 有的時候是工作人員接的 有的時候就 大使自己接的 他自己接 你打電話去施化帝尼 施化帝尼大使說 你會嚇一跳 我說你是某某某那個使節嗎 他說對我就是 我說為什麼你自己接電話 他說我們外交就兩個人 就因為那其他的可能還有三個 或四個當地的工作人員 臺灣派去因為經費也少 臺灣派去跟當地派一個 那個價錢差很多 當然當然 不過我們來看看 確實外館會借你錢 但是那是極端的緊急為難的時候 當事人真的無法短期內拿到財務記住 別人也不會給你錢 而你真的遇到是非常嚴重的急難的時候 迫切需要回國 那麼外館可以代購 代購的意思說你還是要付錢 只是先幫你買最便宜的機票 再來呢如果你真的沒錢 在後機這一段時間 不會超過五百塊的情形下 可以先借你 借的意思就是要還 不是給 這個是在極為特殊 極為為難 不是說你自己亂買東西 日幣便宜 你就一直買 一直買刷報卡之後 你要去跟謝長廷借錢 沒有這件事情 不過我再請教張老師 濫用外觀 真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嗎 我認為很多情況下的問題 常常源於什麼 第一個就是這個必須非常坦誠的講 臺灣人的外語能力一般不是很好 所以你到了外國發生事故的時候 如果你外語能力不好的話 你就會覺得非常孤立 而且你也很難求助 像譬如說就是日本就好 現在臺灣有很多這個朋友到日本觀光旅遊 自助旅行 但是呢 真的能夠在日本講日語的 其實非常非常的少 就日語很好的很少 那但是如果說碰到什麼狀況 你要去報案 這個當地的警方 雖然服務態度很好 可是他們的英語也大部分情況下 也不是很好 所以這種情況下 你自然而然 這個臺灣人就會想說 我要求助外館 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日本那邊Case特別多 那譬如歐洲也一樣 就到了歐洲很多國家 會當地語言 很多臺灣的同胞們不會當地語言 英語能力也比較基礎 這個是非常非常常見的 到那個地方 如果說你又沒有做好準備 或者是這個一些行程上規劃 不是很完整 你當然就會碰到麻煩 你又很孤立 因為你語言不通 所以你就求助我們當地的這個機關 這一點我覺得 就我個人對這方面來講 這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就是我們臺灣人觀光 有些我們臺灣人觀光特殊的習慣 什麼特殊的習慣 像譬如說我們很喜歡打卡拍照 當然也不是外國人 就不喜歡打卡拍照 可是我們就拍照很愛拍照 拍照的時候 拍照有在有些治安比較不好的地區 你這樣不斷地拍照 人家就會一看就知道說 你就是觀光客 肥羊 肥羊 然後你在拍照過程有時候 當然心情比較開心 或者是稍微比較不注意 隨身的財務就失竊 那隨身財務一失竊 馬上這個就面臨你的旅程 如果你不是跟團 你就碰到很大的困難 這時候不求助駐外單位 你也無可奈何 第三 這是因為我們駐外單位 當然這個工作很重 可是這同時也代表 他們服務是有口碑 我們信賴駐外單位 如果駐外單位就很官僚 像在中國的網站上常講說 他們的駐外單位 常常在很多地方 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 我們這邊很多地方 據我個人的了解 非常有人情味 再晚打去都有人處理 然後像這個借錢 這個剛剛講那個螢幕上說 借那個急難救助金 很多國家是沒有這樣子的服務 沒有把它這個制度化 我們這個是很有口碑 而且這個大家來講 甚至你住哪裡 我住這個跟駐外人員打電話 用台語 他住彰化我也住彰化 這個馬上就眼淚掉出來 很感動 這個說實在是我們外交部同仁的 共同努力的結果 當然你的工作就是非常的沉重 最後一個 我們外交部預算也是沒有增加 好像臺灣外交其實相對來講 面對的挑戰壓力很大 可是這個年度跟上個年度 金額並沒有特別增加 外交部總的預算是兩百億多一點 以他的我們現在臺灣的國際地位也好 經貿往來的密度 國人出國的數量來講 這個經費會不會少了一點 導致我們的人力很緊湊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歸根究竟 就是大家將心比心 如果是你的話 你是不是願意這樣被對待 可是我們來看看 前陣子公共電視也深受騎擾 一直不斷地一直來一直來 他說你們公司很奇怪 你們公司在賣印度省油 可不可以公司在賣 這個也是事實查核中心 有幫公司查核過 其實公司第一時間也就是說 沒有一隻就是部分的那個社群網站就是說 用公司的logo公司的主播 避免二次傷害我們都把它麻掉了 就是說那個公司掛保證 然後要賣這個很奇怪的一個產品 然後他就用公司的招牌呢 想要來打廣告 你其實用膝蓋想說公共電視怎麼可能賣東西 他第一個不會賣東西 第二個更不可能賣這種東西 但是他還是可以做假新聞 假行銷假宣傳 那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個 假新聞呢 不只是會傷害個別的媒體 個別的機構 他會導致台灣民生社會秩序 甚至政局上的一些動亂 譬如說小到衛生紙 大家如果還記得之前呢 在今年初的時候衛生紙之亂 大論發先用電子郵件以及簡訊呢 說那衛生紙要蓋了 大氣三聲 三十趴 事實上國際紙漿確實漲價 那很可能會帶動 可是他說要漲三十趴 所以大家就開始搶購 就很不料 像衛生紙每個人都在唱 後來呢公平會調查結果說 大論發為了促銷不實資訊 所以罰他三百五十萬 現在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是 主流媒體控制資訊的能力 越來越差 包括公共電視 公視你報什麼新聞 大家還會保留 還會存疑 可是網路上傳來很多很多的信息 大家覺得說這真的 很恐怖 快來唱 小到衛生紙 再來像是所謂的農產品價格要崩盤了 再來是說啊 政府要管制十年以上的老車 只要你老車超過十年 通通要全面禁止 各式各樣的假的訊息 假的新聞 會導致整個臺灣非常的浮躁不安 會使得真正有意義的事情 沒有辦法去實踐 我們來看看假新聞 為何在臺灣衝刺 一卡車的香蕉全倒在地上 圖說寫著 這是高雄旗山美農的香蕉氣質現場 新聞不敢報 今年六月 國內香蕉價格偏低 網路上紛紛出現 許多香蕉丟滿地的照片 讓膠農好生氣 農委會特別召開記者會澄清 強調這是假消息 照片是十一年前公示的資料畫面 對此民進黨立委邱志偉等人曾提案 要修改社會秩序維護法 新增未經查證於網路散播假新聞 影響公共安寧秩序者 可除三日以下居留 或三萬元以下罰還 希望能杜絕假新聞 最近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啟成 因中國假新聞導致的網路輿論攻擊決定親身 再次凸顯不實資訊的殺傷力非常大 總統蔡英文也表示 已要求政府單位立刻澄清說明 希望大家發現假新聞要馬上查證 讓謠言止於智者 傳播學者胡元輝認為 由政府立法來管制假新聞 恐侵犯言論自由 胡元輝表示 政府該做的是鼓勵公民社會 進行事實查核 呼籲平臺業者自律 最重要的是深化公民對媒體 嗜毒的素養 不照會我們可能回到 所謂的新聞媒體監督政府 這個事情 整個假新聞事情會變得更複雜 什麼叫做假新聞 剛剛我們看到 在十一年前我們的島 拍了一張照片 挖土雞 堆肥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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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講說 今年的香蕉要崩盤 照片是照片是真的 但是那是十一年前的 如果用在今年 那就是假的照片 所以那個是假的新聞 但香蕉價格大幅下跌 大幅見仁見智 大幅你可以說七成 可以說三成 但是確實香蕉價格 是嚴重下滑的 膠農是擔心的 所以如果你說所有的負面新聞 都是假新聞 或者是說他假的比例 可能是三十趴四十趴 就否定掉他其他五十趴六十趴的新聞價值 恐怕這會適得其反 會使得說監督政府 或者是我們批評時政 或者是說 讓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去追新聞的 那可能性 全部都被抹殺掉 什麼叫假新聞 該如何處理 是我覺得假新聞的定義啊 其實是一直還在發展中 所以以事實查核中心來說 我們也不叫做什麼打擊假新聞中心 我們叫事實查核中心 我們就針對大家爭議的事件 去查核出事實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剛剛上一段討論的 到底中國有沒有派車進入關西機場 這個是一個事實嗎 到底有沒有 那我們查出來是沒有嗎 所以這件事情 它違反事實 那我們就會認定它是錯誤 但我們並不會認定 所有跟這個相關的 即使被我們截圖的網路的報導 都是假新聞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訊息 可能是正確的 就包括說 我們在我們的查核報告裡面 雖然認定說這個 中國派車進入關西機場 解救中國人民脫困 這個是假 這是錯誤 但是我們同時 在我們的查核報告裡面 也一五一十的把 那麼臺灣做了什麼 中國當時到底做了什麼 這剛剛信聰看到的 就是很完整的列出來 包括說 其實中國是有意圖 有試圖去溝通 希望能夠進去 只是關西機場拒絕 所以他們在這個中轉站 全左野市來接人 那臺灣呢 做了什麼呢 我們也有問這個 是 關西機場嗎 他們是說他們其實沒有 接到任何臺灣方面的交涉 所以至少對關西機場 那個公關的說法是 臺灣的駐外單位 並沒有與關西長聯繫 是 說他要派車過去 對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要還原 當時到底發生哪些事情 所以在國內的報導裡面 其實那個訊息 就是真真假假 都混在一起 那我們就是釐清說 到底哪些是事實 哪些不是事實 對 所以我們也並沒有說 所有跟這個事件相關的討論 都是假新聞 所以我們如果要檢討 臺灣的駐日代表處 你就是說 那為什麼中國 那麼努力 那麼積極的 一直聯繫關機機場 儘管進不去 但是他還是在中轉站那邊 把人接走 那那個時候 我們的駐日代表處做了什麼 也就是你要批評的時候 是奠基在事實基礎 沒錯沒錯 我覺得事實查核 最重要的功能 其實就是提供一個公民社會 理性討論的基礎 就是我們做新聞的人都知道 我們的新聞其實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事實 一個部分是評論 那事實就是事實 是不應該參雜意見在裡面的 可是現在臺灣的媒體報導 很大的問題是意見跟這個事實 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常常就是真假 莫辯了 意見事實混在一起 就算了 還是混著錯誤的事實 其實就像剛剛信聰講的 又是一個假 所謂假新聞的類型 移花接木 其實是非常非常常見的 包括事實查核中心 最近就查過好幾則 像那個蔡英文總統過境 這個洛杉磯買八十五度C的咖啡 這件事情 在網路上也有各種的 很有創意的圖片 當然我們可以說 這是一種言論自由的苦手 可是當他傳播到某一些團體 比如說一些爺爺奶奶公阿媽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 像年輕人這麼有創意 然後沒有這種幽默感的時候 他他就會認為那是真的 但就你的立場 你是反對立法嚴禁假新聞 我們我們是因為誰來認定誰是假新聞 我覺得這一直是新聞自由 需要討論的問題嗎 就是臺灣如果是官方來認定 那就很可能是不利於官方的 沒錯沒錯 因為臺灣好不容易走到現在 我們有言論自由 我們有新聞自由 我們的新聞自由度 是亞洲的為二 就是比較好的國家 所以我們也不希望走回頭路 那所以我們我們希望 還是透過媒體自律 只是現在媒體自律的功能沒有辦法的時候 那我們就有一個第三方 我們不是政府 我們也不是媒體 我們是一個第三方的組織 來監督媒體 不過我們再回到關係機場 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說 假新聞是如何被層層包裝 以額傳額 駕尾會駕 駕錢會駕 九月四號的時候 燕子時颱風襲擊日本 關係機場那個整個中段 癱瘓掉 人民網中國的人民網就說 中國派了十五輛專車 要去營救受困中國的旅客 這時候臺灣就很多家媒體 引述人民網 開始來抨擊政府跟駐日代表 然後隔了一天 又有網友說在PTT 這個日旅版 又有人說這個人可能不在日本 怎麼樣的 然後說自己是搭乘中國使館的巴士 然後回大阪市區的臺灣人 也是他講到說 是不是要講說自己是中國人 等等這些訊息 結果媒體就引述PTT 然後開始每引述一次 就多加一點 網友呢 根據這個再加一點 媒體呢 再引述網友 那別人再引述媒體的時候 再多加一點 加來加去之後呢 就說中國派的十五輛車 進到機場裡面 把人接走 臺灣的辦事處 到底在幹嘛 開始就罵罵罵 這個呢 是就一層一層跌上去 然後呢 在十五號的時候 事事查理中心呢 就講說這個是錯誤的訊息 同樣道理呢 這其實除了網友 以兒傳兒之外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 如果是 是對岸 刻意釋放出來的問題 我們大概沒有時間 再談到所謂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知心姐姐 色誘大陸的那個留學生 然後呢 再騙取大陸的重要關鍵情資等等的 可是我請教一下張老師 就是很顯然部分 當然不是全部部分的訊息 會是來自於大陸 刻意的操作 這個時候又該怎麼辦 我們一方面要保障言論自由 但是一方面 國家安全又很重要 我認為像之前 剛剛講到那個軍情單位 最近他們在說 我們的軍情單位 在吸收他們的學生 那件事情 我認為只要跟情報 或者是安全相關的 其實一定都有很多 虛虛實實的內容 他們如果在這方面刻意的扭曲 或變造 這個其實不算假新聞 因為任何國家 處理這種事情 其實美國其實都有很多真相 是不予披露的 是 所以我們真的要在意的是 他們有關於台灣內部 我們內政 或者是這個政黨選舉 這一方面的假新聞 我認為這個是比較值得注意 那麼我認為說 怎麼樣這個防範假新聞 或者是大家比較有 這個試圖能力 第一個就是基本上來講 有些特定的網站或媒體 紀錄不良 我想這個不用講 大家都自己知道 就有些的確 常常比較不會去查證 或者是張官李戴 李戴桃江 已而傳而 的確有些媒體 這些狀況是比較 數行不良的 我們就先打個問號 對 這個就先打個問號 第二個就是說 有些事情 如果說是沒有劇名的來源 其實就像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 沒有劇名的來源通常也不會隨便引用 或者是加註解 就網友說 有人說 高層說 這些 基本上來講 都相對來講 他的可信度 現在社會的認知 應該是說這種 對這種事情的認知要低一點 相信程度要低一點 第三個是專業的問題 不是專業人士發所說的 那這個基本上來講 譬如說那種醫藥廣告 食品廣告 不是專業的人員出來保證的 我的建議是說 我們社會大眾對這個 還是要保持這個高度的警覺 光這幾個 我相信大概假新聞 已經顧慮掉一半以上 不過一評其實 某種程度假新聞 是對我們新聞從業人員來講 最大的諷刺跟羞辱 你如果主流媒體沒辦法做真新聞 當然大家就會傳假新聞 假新聞其實我覺得 要從幾個面向講 第一個就是這個假新聞 你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 那現在因為新聞媒體的量大 然後新聞的量更大 可是新聞從業人員跟十年前比 看來並沒有增加 所以每個人的loading都很重 所以他新聞的來來去去 他查核的時間變得非常短 甚至根本沒有查證的時間 新聞就出去了 這種無意的造成的假新聞 我覺得是一種類型 刻意的假新聞那就很可怕了 那就非常可怕 這是第一個我們要關心的 第二個 月聽眾到底對假新聞 是什麼樣的態度 如果月聽眾對於假新聞 是非常的反彈 比方說像BBC 他報錯了一個新聞 是錯誤的喔 他不是故意製造假新聞 他是報錯了 總裁就下台了 那如果這種事情一旦發生的話 哪一個媒體工作者敢亂報 或是不經查證就亂丟 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個就是現在記者 在同一個線上 或是說他的資歷不夠強 他有沒有查證假新聞的能力 經常是你想查證假新聞 都沒辦法查 看一下喔 選擇 A56位選擇B的42位 反而是選擇蜜蜂的比較多 四位啊... 糗了 如果第一集就錯的話 就淘汰了喔 沒有 還有一條命 你們還有一次機會 只是很丟臉 對 他面子就錯了 今天附上還有一條命 但是你們會被社會淘汰 好 你覺得是山 直覺沒有... 男中有講出山這個字 但GINO卻安了 對 一言不合就跳舞 因為我沒有想到什麼 要害跳... 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哇... 一年一年有 16億 這要作出污染 這要作出污染 對 處理好看 當時那個環保 沒有做好 現在政府就在花錢 就在灑錢 他是用那個立法鐵 把这个土地污染的东西把它洗 把它洗掉 把它细丝化 当然会对生态有影响 因为准备酸食 这还好只要过几个月 它的生态又回来了 我昨天很高兴 我的水沟也都有鱼在咬 我刚才我那个 我的冲菜班的陈远想说 有鱼了耶 很漂亮耶 有鱼了耶 我今天早上 我看了都都软掉了 怎么要变得这样呢 超过75吨的重油 从厂级流入周边灌溉抠旗 是 不要但是没办法资本 喂 我来拿作业哦 顺便冲个澡 男子敬 干嘛啦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应该在排队吗 因为早上健身房临时采访 我要陪老师示范动作 但是昨天我有请阿雄帮我带牌 可是我昨天也拜託阿雄排队啊 所以他连续排啊 昨天下午我打给他的时候转到语音 我就用留言的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跟他讲到话 那阿雄现在到底有没有在排队 我怎么知道啦 什么意思 想怎样 怎样啊 你还要讲话喔 刷什么无赖啊 怕麻烦命这是我们的 你哪位啊 我刚刚看到你刚来了 你废话个屁啊 傻在那边凶啊 你们才凶吧 有没有搞错啊 有没有搞错啊 怎样 怎样啊 你想怎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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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啊 啊 我之前弄恋爱的时候 你有这么想要打死我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